我在空服飛行了十八年 其實我發現各國大媽各有不同 還滿有趣的 就是像我飛韓國的時候 我就發現韓國的大媽 就是我在客廠服務的時候 就會突然被拍 然後一開始我就很害怕 想說是性騷擾嗎 她就是這樣 小姐 這樣拍喔 當然你拍我 看一看 大概就是 這樣拍得到嗎 我是客人嘛 我做人 然後我就會這樣拍她 妳還模仿不下 順哥妳示範 順哥妳看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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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我是在收金啦 太害怕了 對 然後就 那時候飛韓國就一直被拍屁股 然後我想說回頭一看 是大媽 原來她們是 想要跟你要杯咖啡 就這樣子 對 她就是Copy Copy 然後像我飛那個長沙或是上海 她們的大媽就是 什麼地方都可以拍 就是你經過她有任何的需求 甚至她會直接 拿你餐廁上面的東西 直接拿 對 全自動 對 她想要什麼她就自己拿 她也不會告訴你 然後台灣的就是大媽就很可愛 她就會先跟你就是聊台語說 小姐 妳的口部很好 然後妳也 先攀關係嘛 對 她說妳不要做 對 妳回家 她也是趁著聊天之便也是 偷拿妳的東西 對啊 真的假的 等一下會讓我幾個不刻拍 對啊 要東西 對 最後結尾都會是這樣子 對 然後像是日本的大媽 她們就是非常的有禮貌 就會說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然後跟你收餐的時候就說 謝謝 就是非常的有禮貌 各國風俗民情 各有不同 對 是容易 我有一次啊 就是在飛機上擠很久啊 因為我是從美國飛回台灣啊 然後 那邊就是有坐在兩個 很大很大的美國人的中間 對啊 她們都是買經濟艙 我就是被擠成這樣 對 我正常的真的是這樣 可是我那天是這樣 被擠這樣嗎 很小很小很小的經濟艙 對 她們兩個都睡著了 對啊 後來我也睡著了 而且有時候 她們都OK啊 我是真的不能動 你知道嗎 有被放的那邊 就睡著了 浮在半空中 對啊 真的麻掉了 麻掉了 我是在飛機上還有遇到就是 我那時候那一趟旅行很短 然後是飛去日本 然後旁邊坐了一個 那種艷遇 戴個墨鏡 然後穿一個很緊的T恤 然後一點深V這樣 好帥 我最喜歡男生 穿黑色T恤 就很開心 就後來我就 就是有點想睡 我就睡著了 然後我起來的時候 我發現我 裝睡... 對 然後就有點 沒氣怎麼知道 臉到會不會滑下去 雖然她 沒有啦 已經也太軟了吧 太多了 對啊 醒來的時候 有點想說 怎麼讓她倒在這邊 可是她也沒有反抗 我說那我閉眼睛再睡了 睡一下好了 四十分鐘過去 一起來我發現 好丟臉喔 而且是濕的 然後有點... 還有一攤是乾掉 所以還有那種漸層的 你知道嗎 沒有 丟臉到爆炸 我也是有遇過 有一次飛那個 印度航線的時候 因為他們都會綁那個包頭 那那次就是我們在 服務毛巾的時候 要收毛巾 那一般客人 你們用完毛巾就會 放在手上面 然後我就很順地收... 然後收到一條毛巾的時候 就發現 為什麼她在跟我拉扯 想說這位客人也太調皮了吧 然後後來我就硬拉 我就說 就跟他說 Excuse me It's Recycle這樣 然後他就說 這是他的頭巾 對 好 你不要讓他把頭巾拿下來 放在手上 很沒禮貌耶 好 改禮貌了啦 那我一直要把他收回來 你是不是之後又跪下來 好 對不起 來 瑞秋... 好 我覺得這個還算是滿感動的 看不見得謝謝 對 之前的時候就是在 飛...那個 飛成航程的時候呢 就是我是在後面 然後呢 日本組員在前面 可是他突破之間的話 他們一直跟我講說 那你可不可以去跟我換位子 後來的話我過去的時候 我才發現說 原來是有三個座位 但是其中中間的座位 是一個包包 那如果有一點嘗試 大概就知道說 那個包包裡面應該 所以當下的時候 很輕鬆的 對 他們就是 因為台灣人的習慣是 會買一個位子給骨灰灘 對 那個因為 死者他也需要座位 對... 他都死了 有沒有搞到他沒座位啊 對 當下我就想說 那他們因為是語言不通 所以我去服務沒有關係 我就照常一樣上餐 然後會說 今天餐點來了 然後飲料來了 收餐的時候 就可以跟他說 要幫您收餐囉 然後謝謝您的達成 這樣子的時候 然後到後來的時候 下飛機之前 他們家的家人 也上來引領 你會看到有照片 然後一個這樣引領的說話 有法師上 真的是 所以他說完了以後 大家都下飛機了嘛 我就開始在整理客艙 我走到最後面的洗手間去 然後我就聽到後面 有人跟我說謝謝 是一個女生的聲音 可是你知道嗎 我回頭過去看 是沒有任何人的 就想說 對 在跟我說謝謝吧 所以當下就本來覺得 很恐怖的事情 可是其實那時候 是覺得很暖心 對啊 就覺得也許自己 做了一件好事 對 真的很棒 對啊 真的 我這個 我這邊也是親眼遇到一個 很恐怖的事情 現在是變恐怖了是不是 對 打死不放金品包 就我也是跟團去日本 那跟團呢 那一團都是這種 大姐 大媽那種團 他們就是 走到哪邊都要寫拼 然後回城的時候 就有一個 我就是全團的人 就跟導遊說 我們一定要去香奈爾 然後大家就一起去香奈爾買了 最後的這個 最後才買 我們一路上要去機場 然後要到 就check in 我就看到有一個 同團的姐姐 她就是買了她的東西 可是她在那個遊覽車 我們遊覽車要去機場的時候 她就這樣一直抱疼 呵護她這個包 然後到了飛機上搭乘的時候 她就是 她一樣是這樣子 而且你知道她就是 不是這樣折 她就是把它這樣子捧著 然後當然就是空服員就來了 就跟她說 妳這個包包呢 妳必須要放在上面 我幫妳放在上面 然後她就就說 不要啦 我不要 妳不要幫我放在上面 我自己拿就好 她說不可以 那妳不要的話 我幫妳拿去我們前面 空服員的 空姐的那個櫥櫃 幫妳放好不好 她就說不要不要啦 我這會 她的花會折到 然後她的鑽帶會有折痕 她的這個袋子會有折痕 她不要 她就是要這樣 她就要再放在她的身上 對啊 折騰了很久 那是四點鐘 我們要起飛 就是四點了還起飛不了 這時候機長 就是空服員 就是請機長出來 然後突然間就失控 在那邊大發雷霆 瘋狂的一直罵機長 最後機長就跟她說 好 那妳呢 要把妳的包包放在身上 妳不讓我們幫妳收好 那我要請妳下飛機 接著我就聽到她 他們就對講 就是兩個地勤就上來 請她下飛機 然後我那時候看聲音 我想說四點半了 我要趕快回去 可不可以讓我們飛 結果四點半 我們一直到晚上八點才飛 原因不是她下去 我們就可以立刻飛上去 是 這麻煩了 所以四點的飛機到了八點 才起飛 回到台灣都已經半夜了 早知道會這樣 就給她拿著吧 有什麼關係 沒有 其實那是她的阿嬤 她的阿嬤叫小朋友 也有可能 對了 她的阿嬤的鼓鼓 放在小朋友來 她飛機的時候 曾經意外發現了什麼秘密 來 身本是有技巧的 來 這很重要 如果你是一個非常有禮貌的 而且再加上身體有點狀況的 其實你都可以提早跟她講 然後她就被安排 比較好一點的位置 像也是我們從日本要回來 日本人他們很注重這些 那朋友的老婆剛剛好像 快要懷孕了 又好像已經有懷孕 就有點想吐的感覺 就跟她講說 然後她就 可能 可能 然後她就開始討論 我們四個人 那是一個機會 或者是說你剛剛說 因為我之前不是有開刀嗎 不是有那支有訊號那支 那個多年來演藝圈流傳說 宋哥換人工關節是假的 是為了飛機升等 再利用這個機會測試一下 來 我來為你服務 那你不要放到太中間 就是 因為 中間也會響 真的耶 中間也會 沒有 沒有 是 因為 好 我們試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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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撈起來 是有傷口的 有傷口 真的有傷口 傷口這麼大呀 對... 本來會更大啦 但是不好意思 沒有 沒有 她剛剛講的 很大大費 她都沒有一張太酷 都拉到後面去 那就是說 因為你有這樣的症狀 你可以跟她 事先跟她講 比較好累 她就會對妳好一點 對啦 其實要 但是升等 配備很多啦 瑞蕭提供一個 升等的技巧 就是大概就關位之前 十分鐘 比如說你已經那個 Check in了 然後關位之前 十分鐘的時候 不是有時候會有一些 其他的客人 在現場等位子嗎 那那時候 因為關位前十分鐘 我們就會認為說 那個客人可能不會來 所以就會開始 有些地勤人員 就會先把座位 給現場在等候的 比如說員工 或其他的旅客等等 殊不知 給了以後 那個客人來了 但來了以後怎麼辦呢 他的位子已經沒了 所以這個時候 就只能跟他說抱歉 因為您的位子怎麼樣 今天的話您很好運喔 等等之類的 所以就把他升等上去了 關位前的十分鐘 有一些人知道的時候 他會 確實在那個時間點等 而且故意在那邊卡位 OK 但是那個時間點要等 真的壓力很大 因為有時候機場人 多的時候 你等到關位前 才在那邊處理這些事情 到時候會搞到來不及 我覺得這也蠻壓力的 對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討論呢 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按下小鈴鐺 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喔 給我們更多意見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